不是吧哥们儿 这么简单无敌的过人你都不会吗 只要犹豫一下就能把人过了 1.顿不犹豫 这个动作是妥妥的球鞋杀手 左脚前脚掌着地 用力锁死在地上 转宽的同时 左脚前脚掌跟随旋转 以调整突破的方向 由于左腿要先扭转 还要锁死地面的情况下 用力发力 所以对左腿单腿的爆发力要求很高 学不会没关系 接着来看下一种 2.小跳犹豫 这是球场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犹豫步 小跳之后打开双腿 以坠步的姿势落地 不会坠步的兄弟 可以看技术军之前的视频 有详细讲解 这种姿势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 落地停顿一下 再突然启动 一步加速就能过着对手 因为双脚小跳 可以离地重置脚步 能流上的 衔接在任何运球动作后面 所以这种犹豫步 是技术军最推荐的 3.转体犹豫 剪刀不变相都会吧 那再学会这招 转体犹豫 让防守人直接蒙鼻 先右脚在前 然后前后脚迅速兑换 转宽带动身体扭转 评论一下加速 此时可以扭头向右看 增加误导性 其实就是剪刀步骤弯 评论一下 给对手猜 你是要直接加速 还是要变相 等到还没想清楚 是防左还是防右的时候 我们已经破掉它了 4.败佛犹豫 突然抬头看框 双脚前后打开 扶住手抬起 甲合球 这个动作做得好 误导性实在是太痒了 评论时的姿势 看起来就像是 真的马上就要上步干拔一样 所以方式圈 搞不懂你到底是要突 还是要逃 无法预判你下一步的进攻 防守人自然就没办法 做出反应 所以 有一步做得很好的高手 往往能把对手整个人都定住 再一加速 真的是没有办法防 今天到此就结束了 记得收藏视频 以免练的时候找不到 想看什么技巧 在评论期告诉技巧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再次上期不见不散